早在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极数弹药的时候 中方就已经明确表示 不负责任地转让极数弹药 极易引发人道主义问题 我们敦促有关各方切实遵守国际人道法 保护包括记者在内的平民安全 中方始终认为 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 希望各方致力于政治解决危机 共同推动局势缓和 感谢观看